歡迎回到我們的ESR電競王 我是今天的主播台灣電競王LZ 我是今天的賽評小蘭 我們接下來要為各位帶來比賽是 HOP EMANITY對上我們的SHOTA 因為蘇利颱風嚴賽的關係 明天一樣有加賽 一樣是從我們的下午3點到5點 還有我們晚上的8點到10點 總共有四場的賽事 對那請各位惹愛電競的朋友們也不要錯過了 可以為我們這些就是在這邊打拚的選手們 加油 給點支持 那想要成為電競選手 不想只當觀眾人也可以參加我們的自由聯賽 那一樣有機會挑戰到我們金聯賽 那直接電競選手的路發展 就是手癢的話趕快來報名 對對對 看他們打不會過癮的啦 對那因為我們自由聯賽 只要你能夠打到積分前兩名的話呢 那我們一樣有資格挑戰我們金聯賽 再成為下一季的精英 那每一隊晉級呢 還可以得到5000塊的獎金喔 那我們下半季的自由聯賽 也會增加我們的賽事場次 那是每週1、2、3、4 晚上9點選手可以自由選擇 最多12場的積分挑戰賽喔 那我們8月一樣還有兩個名額 一樣會在9月紀錄賽呢 跟4名精英爭奪刺激的精英資格喔 那詳情呢 就上我們的ESR官方網站查詢 那現在我們巴哈首頁左下方呢 也有我們的ESR電競王的戰隊排行喔 那可以看到我們精英戰隊跟自由戰隊 所以想要成為明星或是明星選手 或是往電競選手發展的選手們呢 就可以踴躍的報名參加喔 這邊算是一個滿不錯的平台 可以讓你練習也可以讓你就是慢慢的往上打 有一種進步的感覺 有機會在這個舞台上發光吧 而且我們也是比較持續穩定的一個舞台 對 而且也是滿開放的 你只要想要來報名就是 滿有 就是可以來報名 對阿 那我們現在馬上進入選擇BAN角的畫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藍方這邊的 依然是我們的Hope Infinity 對 紫方這邊是夏塔 這邊是選擇BAN的逆命跟聖狼 那看得出來逆命是真被我們收手收到BAN的 對 他其實最會用的好像是拉克斯吧 再來好像就是逆命跟死哥這樣子 對 不過死哥現在很少人在用阿 還是 還算是一個還滿OK的 因為其實中路也是經過一連串的NERF 因為他之前被 就是被大家就是不太使用的原因就是 他被NERF很多 他大家覺得太久了 然後他的那個痛苦之強 所以那一面牆的那個減防效果也變差 對 他之後就是大家變得比較少用 但是最近又是慢慢被拿出來 因為其實全球流的角色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就是如果他在對面的話 他就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像是逆命阿 像是聖阿 像是那個死哥 所以你在這邊想要進行一波換血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因為就是疏忽這個點 你想說喔有機會把他換掉 上下路 就算你換掉他了你可能自己也要死喔 死哥就突然唱大就 哎呀靠有死哥 對那聖的大局也是這樣子的情況就是 我要把他殺了我要把他殺了 然後這時候就一個紫光就出來 對 然後聖就下來 對阿就是有時候都是差這麼一點 索拉卡也很類似這個道理 對 但是索拉卡進攻性太低了 對我想到就是很久以前 當Support還不是打那麼接 通常看到這幫中選死哥幾幫這邊 都會選一隻Support叫索拉卡 對算是有點Counter Counter那個死哥 對互相對就是限益千馬上開大決 先幫隊友把血量拉回來一次 或者是就是有點像就是說他本身 因為他本身有加群體魔防啊 對 就有點像小軍團盾的那種效果 那一件小軍團盾 對他本身加魔防好像是16嗎 還是我記得是16 對有10多 對那那個其實就不少喔 天生加這麼多魔防 其實16真的是 滿不錯的 對 因為現在我是覺得 在裝備選擇上 魔防裝備選擇真的沒有這麼多 對 那之後 復活聖盾又要被拿掉 而且群體 群體魔防 對阿之後又要被拔掉了 對阿就很麻煩 選擇上又變少了 那我們看到Hopinfinity ban的最後一隻角色色蕾西 那Support這邊ban的是 札克 卡莎比亞跟加爾斯 那看起來 他們 遇到Hopinfinity的 這些對手就是 都不想要讓他出卡莎比亞這些角色 可能真的會讓他 難道真的是中路蛇王嗎 也有可能真的是覺得 他除了卡莎比亞之外 沒有其他角色比較OK 特別的 其實你如果 如果一位選手 你花一個ban角 可以把他的實力壓到一半的話 這是非常賺的 對 就是發揮度突然會差很多 對 他可能就是對 特別熟悉 那就要看他對其他角色的掌握如何 可以看到他其實剛剛 他對九童的掌握度 就好像沒有這麼高 對 因為 就是他整場來說 農兵不在一個水準 不在一個特別高的水準之上 那會戰中來說 他的大決又不是施放的特別得意 對 他在前期的時候算是被 對面是球女 對 被球女壓頭 對 其實在 就是在 對方150隻的時候 大概自己才100多一點點 100多一點 其實這就差蠻多的 就是吃兵上來說 其實九童也是洗兵 沒有理由說到中後期 你的吃兵出來可以被壓到這麼多 那他這場選擇的是球女 上一場給他他的球女 那現在他回頭選球女 那他其實看到後期兵器 剛剛那場被ban了伊莉絲 這場讓他拿到伊莉絲 可以看到等一下或許 他會有不錯的表現 然後AD是選擇法洛斯喔 也是現在算是蠻夯的英雄 不過最近ban崛起之後 法洛斯怎麼感覺好像又 又沒有這麼常見了嗎 其實在 算是 我之前有看一個 一篇文章 他就說現在 韓國那邊有一個說法 是現在的AD兩本柱 兩本柱 剩兩本柱 因為前一陣子的兩本柱 是那個 法洛斯跟凱特琳 對對對 前一陣子是這樣 他最近有一個說法是 現在的AD兩本柱 不是 是fun跟easy 為什麼會是easy 其實他的魔劍跟那個 就是都出出來的時候 那個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他風箏也很強 然後你 完全貼不到他 他一直不停出出出 這是他們的說法 那我們就是看看 他們是不是每次都可以 講的很對 因為其實現在是看到 法洛斯的出場率也 不見得那麼高 他比較像是有點像是 配合陣型 因為 靠他的CC 對因為他的 因為他本身的那個 逃跑的那個技能也是很差喔 對 他本身就只有一招 一招緩速 緩速其實不是很難救命 那我也覺得救命技能就是 R 他的R 就是唯一那招 對著貼著你臉的大男或大女角色 進行一波控制 對 那如果你在那波控制之後 沒有辦法逃掉 或是沒有辦法把大男大女血壓低的話 還是蠻危險的 對阿 就是 可是AOE控制技能 有這種招數的ED還是不多 對 就是唯一隻啦 其實 對其實想想 他是唯一隻 這樣天賦異秉的角色 那我們看後面出了一隻 比賽中 非常非常少看到辛吉德 辛吉德這隻角色 在SoloQ的勝率 是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比賽卻很少看到這樣的角色 對 其實 就是真的蠻少的 很久 之前在那個Season2的時候 有看到韓國隊用過 那是Shire吧 對 韓國隊那個 天才選手 對對對 他用過那時候用過一場 辛吉德在 應該是在 八強賽之前 我看到他那時候的心血是有點噁心啊 喔對那時候 那時候他就是坦辛吉德 然後 不是他那時候好像是出吸血槍辛吉德 一路吸血 對 我好像有點印象 然後摔人很痛 對超痛的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濃出來之後 就是沒有人打他有辦法 然後他 打人就超痛的 他就一直在那邊 堵你在扭屁股 然後一直 一直一路跑 然後你又流殺不死他 然後殘血之後 他隊友就進場來收人 對 那這樣子就是等一下看看他知道怎麼 去處理這個 就是在對線上面用 因為其實 吸血鬼跟辛吉德這兩隻角色 很久很久之前有的說法是吸血鬼 Counter Counter辛吉德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其實在中 在中間有一段時間其實 打起來之後 會覺得其實辛吉德沒有這麼的怕 吸血鬼 就是你不能怕吸血鬼 你要上去換血 你要農 你要想辦法去換血 然後硬把兵壓到吸血鬼台下 其實吸血鬼會比你難受 因為前期 吸血鬼是完全洗兵洗不一定 洗不了 他完全沒有辦法 他就是 他就只能眼睛睛看著你把兵洗進來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 硬把兵洗進去 然後如果你看好殘口的位置 你稍微越塔再弄一兩波兵 那個 吸血鬼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因為 因為他在塔 他只能在塔拉結兵 他也不能擋兵 你的塔就會稍微被磨掉一些血量 其實這樣是蠻痛苦的 然後其實辛吉德只要一直把你的兵洗進去 然後再上六等之後去 Dive中路 其實是蠻不錯的做法 Dive中路 對 其實他 他把兵帶進去之後繞一波進去 直接從野區那邊繞過中路 也許如果他兵線被壓到幾方這邊的話 其實不需要Dive也可以 也有機會抓得到 那這樣其實還蠻危險的 就是蠻容易造成擊殺或是蠻大的壓力 不過這樣講起來 辛吉德感覺就是一直很仰賴農的角色 對 他還是很吃裝啦 所以感覺這也是為什麼比賽比較 因為現在比賽感覺打快 如果等一下甚至下直接逆EU的話 我看辛吉德就直接沒有機會 但是逆EU的話 吸血鬼也很痛苦啊 可是沒有裝 可是吸血鬼到中後期我覺得 還是比辛吉德好一些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慘 差不多爛嗎 但是吸血鬼有大絕可以增傷啦 這是比辛吉德好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吸血鬼逃命來說比較強一些 尤其是辛吉德後來R的韌性被改變 對 他這個也是一個很大 Benefit一個很大的點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角色 在隊上逆EU都是很不好的選擇 不如就讓他們去上路看看誰會打贏好了 與其說看誰比較痛苦 不如來比較一下誰實力比較強 對 其實這樣子真的兩方都不是 不見得都逃得好便宜 但是 如果逆EU起來的話 可能會是Shutter這邊 稍微佔一點優勢 感覺 因為Shutter這邊 這邊的AD Carry是FUN喔 讓他有穩定的童年 對阿 我也是覺得 我看Shutter是蠻有接打尼 然後這邊 對阿 雙狗的話是伊莉絲對當李星 伊莉絲對當李星 這兩隻角色也算是近期蠻流行的 都蠻流行的 可是我覺得李星真的是 一來一往 差壞差非常非常的多 他就是蠻仰賴前期滾雪球 後期 看能不能有美技踢阿 摩字踢 各種摩字踢 各種飛眼又閃現的 然後就要踢出來 就要看他的操作如何 那其實 因為剛剛講到逆EU 如果說在逆EU會 會是讓Shutter這邊 稍微佔一點優勢 因為 因為其實在 如果逆EU逆起來的話 下路這邊 在HOPING兵器這邊下路 是沒有辦法這麼好點塔的 對 因為其實機器人你很難說 讓他近身去貼塔 但是如果遠程的 才是納米這種角色 他就可以比較安全的點塔 對 那機器人進去點塔 他其實 有風險 而且小兵一下子被推掉之後 他要退出來 他就要提早退出來 所以他其實點塔的效力就比較差 而且吸血鬼不怕拉 血池盾得好 不過看Skin阿 因為我真的覺得機器人 那個 你說I不理之嗎 對對對 那個Skin真的沒有 有I就是吵 對阿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他這個Skin有點做壞 他唯一個Q沒有預備動作 然後直接拉 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有點像是Skin 像是早期脈衝我也說 伊澤瑞爾他那個Skin 做的有點卡卡的 有這樣講過 因為一開始使用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好像跟一般基本Skin 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對 就是感覺怪怪的 因為像我之前買那個聖丹麗的時候 我也覺得那個用起來怪怪的 卡卡的 對卡卡的 而且他那個聲音敲起來很奇怪 各種不習慣 而且像是 因為你本來那個聖那些角色 你敲小兵或敲人的時候 如果你有那個聚合斬 他是很清脆這樣刷一下 對對對 但是如果你拿那個聖丹麗那個造型 他就是一個 對他就是拿一個交通棒這樣子 就是很奇怪的聲音這樣 扛一下 扛一下 那聲音感覺聽起來超級奇怪 就覺得好像Skin上多多少少 雖然官方說明 可是還是感覺 有一點點差 其實有時候在動畫上面 會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光一些延遲動作會消失就 就有差 就有影響 就是 要習慣這個東西 如果你想要對Skin有愛的話 所以 對對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在新Skin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買 但是你們不見得會一直用 就純粹收集 對 這算是一個收集的 就是滿足收集的慾望這樣 不過這邊讓刷刷刷出到拉克斯 他的拉克斯算是滿不錯的啦 對上球女你覺得哪一隻優勢會大一些啊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的角色 因為他們前期 手都長 對前期 前期來說是一打一次很難換出什麼優勢 但是 如果說配合Jungle的話 應該會是 拉克斯這邊比較容易一點點 因為他本身是帶有CCG的 對 在前期的話 那奧利安娜球女這些角色 在前期他就只有一個緩速 然後他的傷害算是偏低的 對 在前期他技能沒有起來 其實他傷害是滿差的 嗯 等於說拉克斯在壓線的時候 他有一個先手全讓Jungle進場 對 沒錯 不過伊莉絲也不錯啊 對啊 但是如果配合伊莉絲的話 他就滿有機會 因為其實伊莉絲的傷害也是很高的 對 雖然李星的傷害也是很高啦 但是伊莉絲他本身那個 傷害是很噁心的 他到中後期傷害還是很高 因為他是打趴數的 他有稍微有磨穿的齁 對 但其實很多伊莉絲他出裝都是出 呃可能 可能 髮穿鞋 然後選擇遠骨戰魂 然後再看你要不要再出穿透狀 如果不出穿透狀 就是開始出一大堆的彈狀 進去吸收傷害 但是其實你只要有個髮穿鞋 甚至是如果你順風的話 再傷個面具 你的那個傷害是很可怕的 就感覺就是摸AD AD直接被摸倒 對啊 其實你一套下去AD就少一半了 如果是AD是殘血的情況 你下去就是直接沒有掉 直接收 因為他有斬殺 雙斬殺的效果 是很 很扯的那個傷害 不過布里斯這些角色不常出耶 自從 Nerve之後 對自從有瑟雷希這些角色之後 我們很少看到 其實在有瑟雷希之後 他還 欸 我忘記是 我有點忘記是瑟雷希先出 還是他先被Nerve 因為他有一次被Nerve了 就是他的火箭抓取 他的Q技能 那個魔量被增加 就是施展魔量增加 加上他的基礎魔量下降 就等於說你 現在機器人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現在出門喔 我現在出門只有200的魔力 對我Q兩次就沒有魔了 我記得 而且是完全乾喔 我記得是先 應該是先 因為很早之前 機器人就有這個 就是這樣子了 那就是蠻慘的 因為他本來好像有240吧 我沒有記錯 原本還差一點點 就是還要暈 哇 直接滾到 哇他直接滾到蜘蛛臉上 然後 然後蜘蛛沒有 沒有做動作 新吉德為什麼 新吉德 硬做這個 然後又往後滾 哇 蜘蛛危險 這個應該死掉 然後新吉德 直接取得一個手殺 沒有必要的交換 我這個 有點看不懂 後面為什麼要打對 不過機器人 牽手miss掉之後 結果 新吉德就接著衝上來 要摔欸 對 而且他起手 什麼都沒有帶 他帶了個鞋子嗎 還是他剛剛什麼都沒有帶啊 他出鞋子 他應該有買水 他買水用掉了吧 他應該把水喝掉了 他不可能喝了三瓶水 還沒有補滿吧 他會不會買眼啊 眼加水吧 這個 感覺我覺得 有機會是少買了水 這也太酷了 怎麼可能出門不買水 看看他回家之後 沒有買水 他買了水 他剛剛果然少買了水 啊怎麼會這樣 這是一個 怎麼會這樣 算你其實也沒差啦 在剛剛那個 不是問題就是 也是啦 他當然就是這樣再亂鬆一通了 我是覺得剛剛不用衝啊 為什麼要衝這個 因為蜘蛛咬出去之後 後面CZ已經接不上了啦 對啊 我這隻眼睛有看到蜘蛛的動向喔 那這樣子喔 可以看到 李星應該是要紅旗嗎 紅旗要去 反 應該有機會要去反蜘蛛喔 因為蜘蛛在上三等之前他的 那個打架能力是蠻差的 李星現在Jungle多玩劍騎手好像 還蠻流行的喔 這隻角色 好像從一開始就有在多玩劍的Jungle 可是有一段時間又稍微沒落了一點 對他其實你看可以看到他這樣多玩劍騎手 而且他剛剛有拿到 他剛剛有拿到那個助攻 他有辦法買水 所以他有買水 狀況可以拉高一點 他要賭 他感覺他要來阻蜘蛛了 他要賭蜘蛛 走這邊走進來 蜘蛛有點危險啊 這樣子 可是蜘蛛會從飼軌道 所以他應該要再過一個少 喔這邊遇到了 直接打一套 哇這個拍地板抓到 蜘蛛沒有閃現 要不要Q要不要Q 喔這邊 直接死 蜘蛛沒有閃現 他兩等也不會點 不會點那個上吊 不會點上吊 因為這個Jungle來說沒有必要 喔這邊又是個GankQQQ到 哇這個又要死了 喔閃現出來 差一點點 好可惜啊 如果剛剛球女有反應過來 反點 李鑫李鑫就會被燒死 不過剛剛很極限 他大概也是很怕 他超怕的 我逃命就來不及了 李鑫可惜 如果李鑫是3個 這個就一定拿到了 對 他少人蜘蛛沒有上3 欸 他沒有上3 哇這邊下路 哇 這反倒是讓 機器人這一槌還蠻痛的 沒有因為剛剛有那個 塔有打一下 塔有打一下 那其實可以看到 反而是讓飯這邊取的都是喔 而且在剛剛 可以看到剛剛在那個 就是 法洛士死 就是在飯死之前 法洛士還沒升級的 等級上太多 他等還要掉經驗了 對 蜘蛛 好不容易吃到藍 那這邊 往上靠 他這個不會 我覺得這個好像 看要不要蹲一下 蜘蛛鬼 感覺如果拚爆爆 好像有點 機會 不過算啦 因為蜘蛛鬼 蜘蛛鬼 因為 因為他一開始就 我不知道欸 他感覺真的蠻慘的 他前面 先買了水 可是他在線上的時候 我是覺得可能 蜘蛛鬼 蜘蛛鬼 水精靈要會是好一點的選擇 就是你可以續戰久一點點 對 因為現在鞋子一來一往改這麼多 你先出鞋子真的沒有優勢 你也不可能說 一個人是摔 蜘蛛鬼 這個法洛士在剪得很痛苦 不過 看你這邊 其實兩邊吃命是差不多欸 只是BAN這邊 這邊 再換 可是有提醒的時候 你就在塔下的時候 你要比較 小心一點 對 但是其實 對 在中路這邊是配合 雙狗進行的幾下 他看起來 又是先被擋到 對 應該蠻有機會被擋到的 喔 那是 因為其實在 犯的是角度 呃 不是在犯的 就是在機器人 你要對上機器人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是你把兵全部都推到台下去 他其實很難抓 你就擋在兵後面 對 他其實很難抓 因為他不太可能 繞到兵前面去抓你 太明顯了 你會有力 對 然後他這樣子 他如果要硬抓的話 就是 他要繞過一堆小兵 而且會掉血 對 這邊下路又進行個擊殺 是犯又是取了一個人頭 那這樣子犯在這邊 已經拿到兩個人頭了 至少要進入後期了 對 我覺得希臘鬼這邊完全是不怕信激德毒啊 真的 我覺得先出斜子的策略大失敗啊 他沒有 他沒有辦法先取得一點點優 就是 平衡喔 至少不能劣勢 這樣子 不然的話他其實現在等級已經輸了 現在希臘鬼是直接在他毒上面一直普攻他跟Q 對 他等級已經輸了喔 喔 這個有推到 很趕 好 這邊還是回去 我覺得這個 然後信激德再來出一個紅寶石 想要注意 拉到了 這邊這個定的就定的不錯 拉到了 欸 這兩人在幹嘛 之後呢 喔他想要讓法務司補尾刀 唉呀 喔好啦 最後不行了 然後 蜘蛛收掉 蜘蛛在不打他蜘蛛快要死掉了 破甲箭 破甲箭密實啦 剛剛應該是機器人想說我就讓你們 對對 剛剛應該是想要讓AD 然後AD一出來 一個帥洩破甲箭沒有射到 然後 被想說 至少機器人不要搶到就好了 這在幹嘛 給機會喔 然後再一邊 一邊跑一邊輸出了一下 然後再一邊跑一邊輸出了一下 哇這個感覺 插一下 很痛啦 這個球沒有爆啊 插一下普攻 還不太趕緊去普攻 普攻他就出不來 你應該想要進來做 這個蠻血待不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拉克斯沒血量 他應該是想要進來看看 會不會抓到在 對在recall的周年 如果抓到的話 那就 好這時候又有畫面了 哇那這樣上路在 上路的對面上面 吸血鬼這邊 就是要玩壓 玩壓那個星級的 果然 關心得要出零媒 這個完全不行啊 Jungle 政治沒有來過 因為Jungle 現在有個悲慘的痛念 對啊 可是理性也沒有來過啊 大家互相說好一堆宮廷的單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在上路 那個 星級德在三等的時候 就回答那一次 不知道是為什麼 水喝光啊 可是他的血量 也沒有被壓到很低 那個吸血鬼他本身也沒有 點燃 可是水喝光就是沒有魔了吧 就這兩種可能為止 對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這樣子吧 因為其實 會兇的吸血鬼是 會兇的星級德 他是不怕你 他就是硬開上來 那是要摔你 可是從他先出現 就覺得他不會是一隻很兇的星級德 這邊 唉唷 閃過一個拉 上路這邊有 這邊好感 這邊 納米還這樣子喔 是打算拚嗎 納米有點危險 但是其實機械的血量也很低喔 納米 納米還沒上 這邊傷害不太夠啊 納米還要控給半個輸出 那上面這邊擊殺了星級德 然後中路 拉克斯擊殺了 納米 這個各種 三殺 上路是被gank了 上路中路以Jungle來 然後星級德果然被一波帶走 其實剛剛在上路那邊 星級德跟星級德都交付了 還在換 還在換 插一下 還插一下 有了但是他自己 這兩隻有可能都要被收走嗎 唉唷這個 哇這個大絕空大了 可是殘血差一點點 你不敢繼續追嗎 不然想要吃兩隻小兵要上六等喔 是嗎他在想這件事嗎 感覺來不及阿 果然是有在想那樣的事情 我覺得他剛剛上去要不要直接拚一下 因為 法洛斯好像差一點 其實也不是很 沒有沒有 法洛斯其實他還要再打兩下 也許要打到三下 因為 他有個危險一點是 機械人剛剛 他如果 就是他們兩隻角色在補到控場的話 其實他應該 就會動不了直接被蒸發掉 還來不及收掉 法洛斯城 你不要先 他可能想說 你們這邊在晃的話 我就 身上六等 我就要一打三了 對我覺得主要比較可能是 納米剛剛那波沒有上六 對 如果納米上六的話 我覺得這波甚至拿兩殺 或是三殺都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剛剛 他其實那波換血上面是 是 是後勝的耶 對 就把三個都換到半血 然後他還是維持在六層血 在一直持續後退 那納米 納米上來要做更可 但是李星在後面阿 不能給到 互相換 互相換 這個感覺是 不會再硬換 因為兩邊 都知道再換下去 沒有什麼好處 哪邊再有一點小事物都要輸了 那這邊的話 球女中路 哇被壓有點慘耶 其實 對 上路都很慘了 而且下路的吃兵量也輸了 這其實是蠻不合理的一個結果 可是 哎呦 這個綁到了 在這邊蹲 衰血鬼下來 蹲血池 衰不到衰血鬼 那直接換到李星嗎 但是李星那其實還很不錯 啊這邊好像還有機會 衰血鬼上來 哇那個星級的應該被Q死了 沒錯 那邊被李星一個漂亮的 蠻不吃的出眾 對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等一下衰血鬼進來用E探草 你也是走不掉 對 他已經 這個這個要帶 血池泳啊 血池 是因為拉克斯接上來 哎呀撐住 這隻蜘蛛剛剛差一點點 想要用蜜蜂拚他 就差那個盾 對 他還有紅霸盒的傷害 但是其實真的差一點點 這就真的就是差拉克斯的盾 這個拉沒有拉到 其實如果出了機器人 但是你拉人拉不太到的話 你在下路每一隻會非常痛苦 因為你就是 你這隻角度沒什麼用 喔喔喔 這個敲起來這傷害夠嗎 哇啊輸了 插一下俯弓被擋上去 娜米要自己收頭 收掉了 那跟機器人的一個單挑 你先過來這個支援 互認 娜米下一個Q很重要 喔這個Q不掉 機器人應該跑不掉了 機器人沒有趕快 有下一個QQ了 直接 擊殺掉 其實剛剛在內部換血 感覺蠻 蠻意外的耶 因為其實 機器人的拉是沒有拉到的 一直到最後我覺得 Fan都領先 結果最後正面換的時候 就換出來 他可能是被那個 他被點了層數之後 被拉一個 他噗了 直接秒掉 這邊蜘蛛也意識到說 李星可能會吃小粉 要搶 拉克斯 哇 綁到 爆炸 他換了一波鐵 最近應該是不太趕下去 娜米這時候會趕到 然後球女的話 看想不想 試試看丟球 娜米這其實還蠻危險的 如果等一下被綁到 是有機會被一波帶走 打得好辛苦 好不過還是順利拿下 我覺得娜米不要猜 這個眼睛有時候 有時候感覺差在這種眼睛 就危險一點 這星級的塔後農兵的技術 有一點問題 怎麼說 因為他沒有在看兵線啊 他剛倒到二塔 然後結果二塔沒有出兵 對 但是他的兵已經倒到 二塔跟一塔中間了 這個有點問題啊 我覺得這個蠻基本的東西 就是兵線是對稱的 你看自己家的兵線到人 就知道對方兵線 結果你怎麼會等不到兵呢 這有點問題 而且他這樣塔被推掉了 他如果要早做 月塔農民早就該做了 他這樣子被壓了這麼多 他再做月塔農民 都沒有這麼大的意義喔 說到這個最近很少自殺了欸 欸 錢那個有改了嗎 我也在想錢到底改不錯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錢改了 就是死亡的那個 像金錢沒有下降這麼快 我覺得就是一陣瘋潮吧 這邊吸血鬼進來 好痛喔 這個 如果有大絕的話 這波應該是帶走 這個大絕轉得不錯喔 有三次是帶大絕 然後再被李星繼續水 那感覺好痛喔 那剛剛 有半血吧 左右 然後 李星有時候突然覺得他的R很痛 可是有時候覺得他R不是那麼痛 他的R會 他有 會痛的話 因為他 他有在做一個2 就是Q了2 是了 他可能先Q你一下 然後翻褪力去再做2 直接把你斬殺掉 哇 直接被蒸發掉 但是這邊還蠻有機會再繼續做擊殺的喔 但是這個綁綁到了 拉克斯 但是李星操縱一定比較夠阿 那拉克斯這樣是有藍的話 那等一下這次可以再做交換 那等一下看一個Q 拉克斯還能不能再一個Q 哇 跳起來 哇 這個斬殺斬掉了 但是這邊還有 還有機會再繼續打嗎 那你從下面切進來 那你來這個Q 被拉進塔囉 沒有沒有 這個還沒進塔 這個Q1 但是他不敢進塔 哇 只有大絕 但是時間上來說 要做個後撤的動作 哇 這邊 他應該不敢跳到 他應該跑掉了 應該是跑掉了 他應該不太敢跳上去 我覺得剛剛那波 有點太拼了 反正在這邊直接遇到了兩個人交鋒 哇 這下普攻點歪了 挺高 先推 先推走 拉下去 這邊衝大 知道有機會 你衝大 然後之後雲要上來 欸 彎道打下去 但是進塔 再下一下普攻 哇 這個第三下有觸發到 因為他手上還有光盾 但是他在這個位置 他看著想應該是還有機會 再拚一下到兩下 然後加上 納米就在旁邊 他覺得可以 哇 結果就在這邊 要推牆 沒有 查一下 查一下 他如果再定到他 他就要死喔 對 這個閃線直接閃掉喔 這個閃線 再查一下普攻 那手上還有閃線 所以不用怕機械 喔 只有四里心被拉進去 好 四里心直接飛 然後再來 四里心被控 再球 要不要推 好 直接踢走 不用推 那等一下 等一下機械會不會拉 欸 機械 要等機械拉嗎 結果機械也沒有繼續追了 是不是覺得血量不夠嗎 他就上來換 他這個被拉到 這有點危險啊 閃線出來就大 不過拉克斯來了 這邊 換到拉克斯 哇 這個底星的操作 閃掉這一發大絕 欸 球尼的大絕不太痛 他好像沒有捲到人啊 他捲到拉克斯 他捲到拉克斯 然後拉克斯就 再掉一層斜兩層斜 所以他其實大概掉下去了 因為 喔 其實可以看 球尼的裝 球尼的裝有點慘啊 球尼的裝有點慘啊 他這樣AP 沒有大劍 他AP應該扶到100 應該連80都不知道 但開大 拆打有優勢嗎 會變 那個AP有變高啊 我這樣 那拆 2、30啊 有差那麼多嗎 有有有 我記得三等的好像是50吧 我們確定一等到底多少 但那個 開大加AD就對了 是有用的啦 想說 怎麼 你拆塔還要開大 你怎樣要不要翻滾斬塔的攻擊啊 因為 他翻滾會重製普攻啊 所以其實也是有用的 只是他不會吃那下Q的增傷 就是不會吃Q的耳外傷害啊 就是跟賈克斯一樣 那陣子BUG的時候 你說金人 金人 金人一直敲 然後塔並不會吃半下的特效 超猛的 喔這個堵到 哇這個進來一套E技能 我覺得血吃腳的有點慢欸 我覺得世界果 哇但是還是沒有差 世界果剛剛感覺 他第一時間 他大絕完之後 他Q跟E沒有馬上放 他其實QE一套馬一秒就 喔這邊一個踢出來 哇但是 這溝通沒有那麼好 但是這條大絕 然後李鑫踩塔 好硬喔 這個 這就是李鑫他現在出這樣的裝 而且他操作其實很漂亮喔 像他很多次閃遭閃的 星雲流水 對他閃到閃的時間點都非常好 像是他閃了好幾個機器人 機器人拉 他都是有機會 他有球女的大絕 對他招 他招不會像是一般人說 進場就什麼都要繳 他會留一兩招做後路 像剛剛那個飯的閃 閃掉機器人拉 那個也是很關鍵喔 就是在這附近 現在這個草叢這邊 對他閃現去閃那個拉 然後直接把蜘蛛給秒掉 操作出來是蠻漂亮的 這年頭這種 微操的角色正好 就是 我覺得是玩這種角色能夠證明說插進來 我覺得 這一點來說 角色就做得還不錯 他一個大絕 這個綁沒有綁到有點危險 這個一打三也太誇張了吧 怎麼可能一打三 哇這人閃掉了 還要不要跑還要不要跑 這個一 許如都套下來 但是他沒有閃現 也沒有 要不要Q 要不要Q 哇 閃掉了兩個 這個Q我覺得繳得快拉 他Double Leaf上身拉 對啊剛剛閃過兩個指向 他其實閃的不只兩個指向 前一輪的那個 前一輪衝突閃過 然後最後那兩個 我覺得他往下一個靠靠靠的不錯 不過 他已經閃掉就是蜘蛛第一輪的榜跟 第一輪的抓 然後又閃掉第二輪的榜跟第二輪的鋪甲線 對我覺得最後這個Q交的 不是很必要 但是其實他應該也是跑不掉了 對啊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跑不掉了 因為蜘蛛是直接上來咬 對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他精湛的走位喔 其實是 還蠻 蠻美技的 蜘蛛就生氣啦 就直接交閃就是上來咬 他如果能夠 看如果能夠跑掉的話 哇這邊又是要抓到蜘蛛嗎 但是 欸 球女這個球那個放好 Q1 哇剛好掉起來 哇小小在那邊堵 哇 還有盾血吃 但是球你在旁邊等 那李星的位置也很危險 哇小塔突然又開始 變得打得很激進 那這邊要不要差一點飛上去 好上來 飛到人家塔裡去 Q1 Q1沒中啦 我要閃 我 在繞 李星還要閃現嗎 李星也沒有閃現 哇可是 哎呀被選到了 哎呦 吃星人在 飛飛 但是 這個出不去 不需要叫他點燃 對我覺得 這點燃不用交 極了 生氣了 對 很生氣了 你這樣子 來來回回當自己家 對 因為其實 他剛剛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走 他打W技能交掉了 對然後 他那個血量走塔一定死 對 就差一個 不過應該也無所謂了啦 有一點 有點 有點 但是其實算是有點稍微浪費 但是 我們上車路上來 不怕 都不怕被拉克直接盯到 好這邊直接開大腰衣上 好那你這個 就打不錯 不過法洛斯這 哎呦 斬過這個車 差一點點 完全不管了 我就是要貼著 被貼著打 這一下還很精妙 他是進到槓邊 哇 但是這個被拉進來有點危險 哎呦 怎麼會滾出去 差一點點 我覺得剛剛那個 定在邊邊 因為他 邊邊角角 再差一點 我覺得是直接進草叢 就不會暈了 對 真的 聽起來是定的蠻精湛的 已經跑去追星際德 星際德開始月潭了 我覺得這個不要追啊 這個追就中了星際德的技啊 浪費他們的時間 對對對 他在拖我時間 拖你時間啊 不要啊 打理性 還在追 為什麼 這個 還陰藥欸 為什麼 我繼續追 我在吃點兵好了 有沒有這麼生氣 哇還在追 好拉克是上來 閃得掉嗎 閃得掉這個Q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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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密使 這邊貼臉了 好雙BUFF拿回來 開心 剛剛讓你拿走我的雙BUFF 這個一打二 直接盾血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怎麼拿 好回頭看 進草充 然後 你夠不夠 李星上來 哇 李星上來 哇這傷害好高啊 他只丟Q而已 然後傷害 傷害就 打到三層血 然後吸血鬼這邊 應該有血就可以蹲上來 對 剛剛吸血鬼傷害非常可怕 他又再進去黏囉 這個大圈吸血來 但是李星血還是很多 哇 他直接 Q塔後的球女 然後瞬間離開塔的範圍 這李星操作非常非常的進展 啊這個 呼勞力 呵呵 我覺得這個李星騰很專業啊 非常的專業 各種飛啊 其實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哇他剛在塔下 然後就是要解剖 我就配一個大絕要進來 要硬化嗎 欸 這個在眼前 在眼上拉空啊 哇這個摔進了好遠啊 欸這個摔有點遠 他好像有格空欸 他是在推 他是在推那個星級的 他剛剛應該是在推星級的 所以他被拉 他直接被摔很遠 距離 哈哈 原來是延遲這麼久 可是星級的很早會被推 他這個直接摔在後面去 那底星這邊 轉隊友 哇這個 拉克斯的位置非常危險 應該要死了嗎 喔拉克斯上來 然後 哇這死拉克斯還沒死啊 這護盒有點厚 喔 李星各種carry啊 插一下 哇 十二一六啊 這李星 這李星有點猛 鬼神喔 而且重點是他全身幾乎都是防撞 他就只有一開始那一把對玩劍 這一場有一個 那個 DW上身的 範又有一個Esset上身的李星 夢幻明星隊出現了 這有點神啊 哇 李星 這其實也看出來李星這角色光基礎傷害就有多恐怖 對 哇這邊這個會不會被抓到呢 有機會喔 啊 啊 啊 不要啊 哎呀miss掉啦 哎呀走走遠了 幹嘛不退回草叢被擬 真的 如果他退回草叢他就會再 對就看不到 這邊 各種facecheck 這東西按住 又要贏 bib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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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面隊友接上來 Sach really!? 但是後面法洛舍大拓的銬 神our Ten 心中秘密殺了Q 就北施世界了嗎 哇這個QQ很重啊 辛吉德表示 不要啊 不要缺殘我的隊 Q是Q在性能上 但是我覺得他在補球女 這樣應該可能會回頭打球 對他們兩個現在要進攻球女 好球女 但是心中秘密殺了 心中秘密殺了Q 心中秘密殺了Q 做不出輸出然後欠制力就不夠 但是納米好像也不是很痛 他又開始跑步了 但是再跑過去要遇到拉特斯 不過閃過 噢李鑫又再度Q到 他這個Q他想要追眼 哇這閃過 再一個Q這個Q會中喔 沒有啊差一點距離 李鑫避開他怕他怕陣位中 哇這個還敢打 哇這個太誇張了吧 這個你三層血在打對方滿血 啊他會不會 這邊直接掉四個人 蜘蛛的這個技能實在是蠻好逃跑的 他怎麼知道四鬼 他開一的時候會看到視野 會開到那個範圍的視野 就是野怪或者是對方都會 不是丟榜是他開那個上吊的時候 上吊就會看到 原來上吊類似開圖 就是你上吊的時候你點地板的時候 附近會亮 你點地板的時候他就是會 會亮那如果你直接點英雄他就會 直接上吊馬上就直接掉到英雄心臟 或是掉到小巫 那上吊不是就可以用來看視野嗎 可是他算是一個保命技啊 你如果要看視野你不如用那個 蜘蛛就是丟 人形態的蜘蛛就好了 對 一技能的CD算是蠻長的啦 對保命技能通常都長 看吸血鬼就知道了 看是吸血鬼出了解 你直接滿血吃之後 那CD也沒有很久 整個會戰都看他一直在盾血 會戰前盾影師 會戰後又可以在盾影師 這邊是貼著星級的打 但是這被摔進去 血量還是損蠻多的 我覺得被摔之後就有點失誤了 但是他還是繼續黏著他打 不追了 不追了 被摔到我覺得算是 不太平常這樣 哇 再摔 又是個遠距離摔 這會死喔 因為 這算是蠻大的失誤 我覺得BEN是失誤 想要秀超過 唉唷 閃過 唉唷 這個什麼都沒有做 就兩個 兩個大學課總空在骰 那李星來了 哇 以誰肯到了 大家趕快退 真的是 這場球女有展現了 他在空中大學畢業的那個 課總空阿 這個 空了好幾次喔 為什麼這個球有視野 他怎麼還會自己去放這個大絕阿 又不是說在打回真 他要嘛第一時間就放了 對 我是覺得這個大絕關放到底沒有什麼 但是他還下去放阿 法洛斯這邊他其實也是miss很多 蠻多大絕 尤其是一打一的時候他很容易放 他miss了很多大絕 然後他也miss了很多破打劍 對 機器人也miss了非常多 喔這邊要直接秒殺了嗎 秒 其實上面很高 哇但這個大絕應該是會被炸死 這個 連光燈都 我還出來 唉唷 插球女 他護盾看看寶座他的性命 好 球女有時候就是躺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以為 我剛以為他只有上點燃 然後後來看了應該是黑魔鏡書的效果 不然其實如果他剛有上點燃的話他就死了 黑魔鏡書的效果有這樣的特效 不是不是 黑魔鏡書的效果是 就會這樣治療嘛 可是他跟點燃上面 會有一樣叉叉的效果 喔就是會有那個叉叉的效果 喔就是會有那個叉叉的效果 哇這個回頭進來這個 哇球女 還是倒下 然後竟然就自己了 應該跑不掉了喔 應該是要在那邊收掉 應該是要在那邊收掉 那這邊要被收光光囉 喔這邊是蜘蛛 喔這邊是蜘蛛 要不要輪流坦塔 要不要輪流坦塔 要讓幻人進去坦塔 喔這個又丟到了 哇這個大絕又好啦 哇 哇拉克斯大絕各種快 哇 果然刷刷算是那個 拉克斯的高手 那個高速塔 感覺是走 我直接就看蜘蛛 維持這個低迷的血量 那你又不能上前拿他怎樣 你看他低迷的血量 吸一下就吸了在兩格 然後你點一下上前 他又正點 欸這個水球被打到又被撐到了 這個要死了 這個要死了 Q2 啊有 還是這個Q還是有發揮效果 他剛剛被那個法洛克斯大絕丟到了 等那個禁錮效果結束之後就展現他 剛好三秒到了 對 他用他的Q2 踢出去 拉克斯大絕就轉好了 拉克斯這個 他的大絕已經Minders過了 他以前的大絕更快 他這個 他上次有黑魔禁書 哇這個被抓 但是這個護盾很 哇密死掉 護盾很厚啊 這個又是一個閃現 這金戰閃現 那阿三之後還是被斬 他斬死了 要繼續追嗎 要繼續追嗎 但是後面飯要追過來了 我這邊飯在後面要 繼續收頭了 帶了紅白骨的飯應該是跑不掉了啦 這定牌又定到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直接吃巴龍了吧 對這個應該是直接吃巴龍 在這邊附近收了兩隻 其實感覺沒有理由不吃巴龍 如果要怕 蜜蜜蜜過來的話 我是覺得現在被人不怕心急 他可以 他其實 走位好一點他不要被摔到就好 好 蜜蜜蜜蜜蜜蜂 吃吃吃蠻快的 但是 但是正在砍傷害 好 新移德 好 新移德 好 摔到囉 但是摔的位置就好 湯湯你怎麼不差這樣會讓巴龍打他啊 巴龍快把他吐死了 好毒啊 毒有點... 傷害有點高啊 不過 這邊吸血鬼清掉了 這邊還要繼續吃嗎 這邊再繼續吃他就可能會再出人命了 哇 直接吸 點燃被嚇在他身上 這樣子會被摔到 哇 這邊直接控住 哇 這個 哇 哇 哇 那娜米死了 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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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要吃完 開了光盾硬吃喔 氣死了這麼多人一定要報仇 一定要拿下這隻巴龍 不行 不吃不行 然後蜘蛛趕到各種殘血 再進行一個反打 這邊上吊 哇 這個應該會死掉 因為他的推搶被蜘蛛的上吊也吃掉 對 離心 已經Q1 Q2 哇 這非常厲害 最後一個孔塔 哇 哇 他其實應該看到他有開小驚人的 他又上了大絕 這個 這個 這感覺慢半拍阿 他第一時間 我覺得他這個來回線突然覺得 因為那裡面有眼睛 那裡面有藍方的眼睛阿 他應該是看到吸血鬼全身發的金光 我不知道阿 他 就是 手有時候總的那幾秒手腦不協調 今天好像 我還沒有看到秋女有一次比較正常大絕的發揮 就是不要說大到五個人 就是大到兩個人好像都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有這麼一點失誤的時候 我是覺得 這場 他本身就被壓得很多 其實有時候 你對線表情會影響你揮戰的一個 對 你會喪失你的自信心 你會 就是你平常都 這時候打很兇的 可是這時候你這場被壓爆 你就覺得說 我到底要不要丟這個大絕 對啊 我打過一點好了 還是丟好了結果 是措施 不要當戰犯好了 就是你會變成盡量保守 但是一保守起來 你就 就失去你自己的風球 整個節奏就會亂掉了 這樣真是蠻可惜的 對 所以 幫秋女稍微辯解一下 我是不知道啦 他可能真的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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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到有點失智啦 我是覺得也是有這個可能 我李星 穿過來 哇 接下來又要被抓到囉 李星有帶紅BUFF 沒有繼續攻擊 Q1 明明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打 哎呦 這個是想要秀操作嗎 一個秀操作啊 他這個摔又讓機器人能出風了 哇這吸氣鬼的傷害好高啊 而且他被打完了不會痛 吸氣鬼上來放大絕 但是 隊形已經被拉開了 感覺沒有辦法再跟上 到底一個大絕 算是做到一個限制走位了 先收到追一隻GG 你也覺得比較接近更大 哈哈哈哈 因為 其實他們走的那個方向也是 走遠路 是沒有辦法推 對 然後這個推用的推行 他交了閃線 然後吸血鬼就是我在旁邊啊 你不弄我嗎 給你弄給你弄 對阿 幹嘛不摔我 你就在你旁邊嗎 這個大體會轉到兩個人 但是完全沒有損息了 你不痛阿 這個 裝備輸出落差很大 真的阿 你被捲到一隻 不是很痛 哇這一套進來 直接又被你去收掉 這個Q都ミス 兩個Q都ミス 又是一個定強 但是雖然那邊要搶上 這場好酷阿 哇這個閃線 哇這個美技阿 哇各種 各種神操作阿 你先表示 要賣人皮嗎 呃之前不在 所以他不怕被那個 他不怕被拉進去 哇 哇 這是大絕 好 現在在拜人 真的是在拜人 哇 哇 吸繞一下塔的傷害阿 蹦 還是差一下 哇 你進 哇 死掉 一定要死去 最後一定要清S 但李星最後又死一次 哇這李星真的很鬼神 這場李星的表現是 非常的 精湛喔 從他剛開始 因為他知道 蜘蛛在第一波他 就要他閃線 因為其實蜘蛛在第一波 有他的 算是蠻大的失誤 我覺得 一等的時候 對 他就讓他那個閃線導致他 在那波一定死喔 因為他如果他 在那個草叢遇到李星 他如果有閃線的話 他是一定不會死 對 就是他可以直接 我就直接閃到塔裡面去 你趕進來嗎 你趕進來我跟你換 沒關係阿 就一換一而一樣 無所謂阿 對阿 其實沒什麼差 就是還算OK的交換 但是他這樣子 就是在那 因為那個閃線的 交掉那個閃線導致說他在 那波就是在 就是在那個草叢 巧遇李星的時候 沒有辦法 就是要被 要被擊殺掉 對阿 就他等於說 一等會這樣之後 就給 小塔滾起了一個小雪 對 他其實在那邊就讓他 取得一個很好的明顯 而且星級的在開始 他也把他鬼幕交掉 我是覺得一等會戰的時候 真的有點搞不清楚 後平面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攻擊有點不太 其實機器人沒有拉到 就算了嘛 然後 然後星級馬上 勾著開了 不行一定要 然後就這樣去摔 他從他四個人中間 不行一定要 然後吃醉說 我來幫你 然後閃線也繳了上前 然後 然後各種 換輸對方 這是蠻可惜的一個點喔 那其實看到拉克斯的 其實 就是各路都算是蠻精湛的演出 雖然範中期 後期要秀他的 操作 他死了有點多次 死最多的AD 對但是 其實他中間還是有不錯的 就是不錯的表現啦 雖然我覺得他有一些 各種逃命的時候還不錯 雖然我覺得他有一些 死亡術是 不太 不太必要的 都被接受了 但沒關係 他都有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重點真的是在這個李星身上 這李星各種QQQQQ 他包了很多次 他包了GANK 然後BAT 然後又控BUFF 控小龍 對 然後又吃巴龍 又要控巴龍 然後什麼都要做 然後又要去 踢後排出來 然後又要保後排 又要布演 然後又要排演 好煩喔 怎麼都做了 然後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精湛 對我覺得這樣 真的關鍵點是 MVP應該是 是可以放在李星身上 他其實應該是16一死吧 最後死了一次 對啊 那其實也無傷太壓啦 對 反正是制定對戰 你不會記錄在你的 比賽KDA上 對啊 我們還是很恭喜 我們的Shorta 就是以 如此 懸殊的差距 敗我們的Hope Infinity 那麼 最後呢 再跟各位預告 我們明天呢 因為舒遺颱風的關係 有延賽喔 那我們明天一樣 3點到5點 8點到10點 都我們總共四場的經濟聯賽喔 對 那也是我們本月最後一週的賽者 也請各位 不要錯過囉 那我是今天的主播台灣地獎LZ 我是今天的賽評小蘭 那我們明天見 大家掰掰 大家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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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